不早晨了 你們早晨 我是下午 下午了 我們一開始就說回上次 上次就說要說木瓜紙 怎樣去吃的木瓜紙 我們通常都一滑就丟掉了 丟掉了是不是 我先說說廣告時間 我們有兩節廣告 我們總共11點57分就完結了 57分 57分完結了 37分、47分別都有兩分多鐘廣告 嗯 好 36分、47分 你有沒有再複雜一點 36分、47分 即是十分 那幾時開始? 是否26分開始? 現在還有4分鐘 現在21分 還有4分鐘左右 你這次這麼早打給我? 哈哈 都不早了,4分鐘左右 你有一次試過只剩下1分鐘就打給我 然後有一次是2分鐘 今次就說4分鐘這麼好? 有4分鐘 因為我們早了進來直覺室 有時我們辦公室工作 差不多才進來 原來這樣的 那你平時做到幾分鐘? 嘩 我們不定的 如果沒有工作 不是沒有工作 如果是正常下班時間 因為我上午5時 正常下班時間 我通常是2時離開的 但是現在因為我們下個月 在台慶時有很多工作 有很多其他工作 錄 有時間差不多4時多才離開的 錄新聞 哦 那你幾個小時開始? 5時早上? 是呀 我早上5時回來 哇 12個小時? 是的 嘩 我不知道這樣 嘩 你真是好說得 哈哈 不是說了那麼多個小時 很多辦公室做剪接 那些錄音 其他東西準備 嘩 你媽媽如果想像 那你猜你一天裡面說多久 如果只是你的聲音 都很多 所以回到家我們不說話 是嗎? 是啊 我們不說話 有空就播剧 不用說話 是嗎? 是嗎? 是啊 我先給你一個判斷 我給你的判斷就是 木瓜核 你知道了 你知道木瓜核 那樣東西 奇亞子 你現在就知道了 它是吸收30倍的水分 在那裡馬上說一下 奇亞子有什麼好 然後就補水 補水的場合很重要 奇亞子 周界都是 蛤? 是啊 是啊 哦 有時候唐人店也有 看看它有沒有知識 然後 然後 番茄核 番茄核不是指 不過都是指 番茄核 就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 你知道為什麼 我剛才會說 然後叫做花花花豆 花花豆 有沒有聽過嗎? F-A-V-A 沒有 G6PD的人不能吃 吃了大件事 他就沒有酵素去消化它 如果他吃了花花豆 他就會貧血 他有叫做Hemolytic Anemia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那些紅血球會爆開 爆開 爆開紅血球 這樣就會變成C6PD 有人有這個問題 那本身有些人 這個東西都不太好 但吃了下去 如果有這個問題 可能他會發揚釣 另外當然就不舒服 那就有這個問題 那還有 又說一些不好的 又說一些好的 好的 就是這個西近的子 西近的核 西近有核的嗎? 西近有核的 當它開花就有核 就是好像韭菜有韭菜 但你可能吃韭菜 還未見到韭菜 原來有韭菜 還有韭菜 那就是西近的子 那有些人 以前拿它來降血壓 那拿來降血壓 西近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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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很小顆 很小顆 西近有核 你看過嗎? 沒有 真的沒有 怎樣的? 一點點 就是很小顆 一點點圓 原來蘋果核 大家都知道不好 知道為什麼不好嗎? 不知道 因為在你的腸裡面 即胃裡面 當它有胃酸 它就變成Sinite 當然 很多人會說 吃得多才會死 但問題 它製造少少Sinite 其實在身體也不好 還有荔枝核 沒有人吃蘋果核 但是有人說荔枝核是好東西 現在最新的研究發覺 荔枝核 原來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可以醫生看 所以現在人們開始 真的不知道 荔枝核 通常是濕熱 吃完三把火 都丟掉那些核 誰知道裡面 原來有一個叫Jazz Monade 原來這個可以消炎 所以現在還有抗氧化 消炎抗氧化是特別的 人們現在打算放進去 就是抽離它出來 通常東西是扔的 就打算放進食品裡 將來在街上會看到這些東西 這些就是將來 我知道 這些就是要工廠的東西才能做到 如果家居想自己弄些荔枝核 不是不是 家居你不要靠荔枝核 家居不要碰這些 只是和大家說一下 核你不要小看它 每一棵植物的核 可以有好處 你要很講究 那些核是甚麼核 就是這樣 來來來 保持20秒 開始了嗎 可以了 20秒 20秒 厲害厲害 這樣就去了4分鐘 你們可以再聽 錄在這裡 讓大家聽 這樣我也不會忘記錄 20秒 4分鐘 TV 節奏 2分鐘 5萬5萬 15萬 是否龍仔 是0 awake 是的 吃滑 什麼核 今天專講就是木瓜核、蕃茄核、奇亞紫核、荔枝核 前面那幾樣我聽過 荔枝核 是的 我剛剛今天才聽到 荔枝核是有核的 是的 起碼你知道它有核 西近核也是一些有核的東西 不過你買那棵西近回來未必有核 是的 西近核 即是未見過西近核 是的 所以我們由頭講起 否則我都講到亂了 首先為什麼要由木瓜核講起 因為上個星期Cindy講起我們講一些水 由水講一下就講一些腸胃 因為由水就講到一些糞便 我們在喝水就講糞便 你們吃飯的 幸好我們就講這個腸胃 其實有時候腸胃不是那麼好 我們就講了什麼顏色 我放了上Facebook 但是小朋友的顏色和大人的顏色不同 因為小朋友喝媽媽的奶 很多東西 那些顏色上個星期又放了上去 Cindy就講起木瓜 木瓜有沒有好處 木瓜 講起木瓜核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就開始木瓜核 木瓜核可以幫助你消化 可以幫你消化 千萬元吃完木瓜核 特別是木瓜 你買有機的木瓜 你就特別可以留下那些核 不是有機的木瓜 木瓜皮是很薄的 現在很多污染 現在2022年 越來越多污染 有時候木瓜在那些廢氣旁邊 通常都是在窮的地方種木瓜 它就會有很多廢氣進入木瓜裡面 或者農藥進入木瓜 不知道會不會進入那些核裡面 因為那個研究就沒有去到這樣 但是木瓜核是很出名的 這些核值得說 因為很出名的廚師通常 牛肉、韌、肉韌、筋 它會用木瓜的核來打成粉 就會放進去鬆化 就是好像梳打粉 你平時是煮的 你自己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如果你可以興到你的烤爐 多士爐那些去到120度 華氏 華氏 因為你要留一些烤素 你可以用一個煮盆 有一張紙 放在這裡 然後你蓋上少許 蓋上少許 讓它不要乾乾 又可以 這是技術來的 我們免得講太多技術 就說其實你焗 焗了它90分鐘 有些人想它有多些烤素 就用一些技術 如果不用技術 放在裡面90分鐘 放在表面上就焗了 120度華氏 然後你會看到它 它會乾起來 它本身是很圓形的 然後亮的 它乾了之後 就好像一顆鼻屎 它就焗了 差不多了 90分鐘 乾了 你可以儲起它 明時好像胡椒粉 有些一粒粒胡椒 但是變成炒了胡椒 你就可以放進去 攪胡椒的機器 然後就可以攪它 在食品上 但是我們今天就說人食 就不是煮食 不是煮食 煮食用 煮食用 另外就是 直接放進口裡一粒粒 不用攪碎它 自己用牙咬 咬到它爛了 大概四五粒左右 然後就會幫助你 有時候吃了一些 譬如是 即食麵 有些東西有些膠 你知道要過冷河 為什麼呢 有很多麵 粉 有些東西在上面 你會看到煮完之後 瓊起來 有時候有些人 沒有過冷河 或者吃了很多膠質 膠囊 不同的東西 變成了 就 好像肚和胃 有些不太舒服 那你就可以用 你就可以用這個 這個 這個 木瓜核 焊好它 三四五粒 去這樣做 但是怎樣開始 你不要從未吃過 第一次 你試試吃這些東西 你最重要是怎樣呢 就是吃開了木瓜先 吃開了 吃開了 例如三四日 兩三日 起碼有個開始 然後呢 你就開始用這些木瓜核 吃下去吃一個禮拜 每一隻 只有三四或者五粒 吃一個禮拜 對 就等些腸胃 很好 你問 你剛才說 在木瓜 我們通常滑了些核 就丟掉了 現在就說 不要丟掉 要不要先洗一洗它 它在木瓜裏面 所以你當然洗了那些 它有些衣 你可以洗掉它 在燒機裡洗乾淨了它 就放進去 如果你不是洗得很乾淨 那些地方乾淨了之後 你都不會要那些 那些地方乾淨了之後 你都不會要那些 但是洗了 當然洗了 就會好看什麼木瓜 比如夏威夷木瓜 又不用怎麼洗的 很乾淨 有些另外的木瓜 又不同 這些是那些 橙色那種 橙色 或者吃得做生果的木瓜 就不是青木瓜 青木瓜通常那些核 就是白色的 你是想黑色的核 對 黑色核 嗯 那就放進去焗爐 焗90分鐘 90分鐘 華氏120度 華氏 不要攝氏 是的 那如你所說 焗完出來 已經縮了水 很細粒 是的 那又可以 當作鬆肉粉 就是放在牛肉 那裡會鬆肉 嗯 是的 會 每天吃五粒 就可以對腸胃好 是的 如果想看看 原來它有鬆肉的功效 那你可以平時拿去放進去 有些人喜歡混合胡椒粉 鹽 譬如乾了的 或者有些蒜頭 這樣放一點點進去 又是很特別的 但是有些人喜歡放一點點進去 譬如做蛋糕 或者做麵包 又有一點點辣辣的 有一點點辣辣的味道 有一點點辣辣的味道 但是你放進去 我就說 那些是廚師 你問廚師 但是我說 就是直接用下去 在這裡來康復自己 有時候覺得消化不太好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木瓜核 很特別的 這個木瓜核 這是出名的古人的方法 啊 掌知識了 大家記住 吃木瓜 就不要丟那些木瓜核 通常我們一滑就丟 是的 以前 那它對什麼好呢 除了消化好 它對肝特別好 對肝很好 還有它有殺菌功效 所以變成了 有些人吃了下去 發覺自己好像 不單止腸胃暢通了 但是還有 就是 好像整個人的抵抗都好了 木瓜核有這個功效 那如果便秘的人吃 會不會多好呢 這個 你一說便秘 對了 因為你的腸胃很多東西 它便秘 如果你想看看自己的便秘 便秘程度到哪裡 你就拿些紅菜頭吃 吃下去之後 如果十二個小時之內 去廁所看到紅色的 那便唱通了 十二至二十四小時 那段時間 就不是很唱通 但又不是很大問題 如果二十四小時以上 都見不到紅色 即是紅菜頭那種紅色 那即是說 你便秘得很厲害 三個level 第一就是唱通 接著就不是很唱通 接著就越接近二十四小時 或者過了 就非常之結功了 沒錯 這個就是測試一下自己的腸胃 即是唱不唱功 吃一下紅菜頭就知道了 如果 又有一個古人方法 就是如果你去小便 發覺吃完紅菜頭是紅色的 這就代表 不是確實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古人方法 但就是說你鐵質不夠 那你就會看到 小便時都會有紅色的 好了 趙博士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說 這個方面 關於核 今天 好啊 講核 喂 那回來呢 先講一下番茄核 不要吃 大家都不知道 你煮番茄 我們通常整個煮 連皮連核一起煮 不是所有人都會這樣做 意大利人已經不是這樣 我們是去核的 唐人 唐人 然後就講荔枝核 奇亞子核 嗯 蘋果核 西瓜核 有沒有吃過西瓜核 哈哈 番茄核就不用說那麼長的 說番茄核 不好吃之下 就講奇亞子 好嗎 好啊 因為龍仔也知道奇亞子 我真的沒聽過 那龍仔很特別 為什麼他會知道你不知道 龍仔煮飯很厲害 是嗎 那一次沒有了疫情之後 哈哈哈哈 走過來 他是我們攀任節目的主持人 嘩這麼厲害 好啊 龍仔煮飯很厲害 嗯 現在有人問了 他說七歲小朋友不能吃 七歲可以吃 小朋友可以吃 哦 但就沒有吃那麼多了 那就變成了 你可能譬如 減一半 這樣就變成四顆 就變成兩顆 這樣 一天才兩顆 吃了就等於沒有吃 不是啊 你都沒吃過 你試試吃了先 你會發覺 哇 原來這些東西很猛 原來你會感覺到那些烤素在口裡 真的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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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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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瓜拿來打 混一些椰汁 然後打碎它喝 很好喝的 木瓜核 你吃木瓜核 不是啊 木瓜肉 木瓜肉 好啊 我通常用木瓜肉 然後混椰汁打碎它 你加了木瓜核 就當時令它升級了 你試試打碎它 你試試打碎它 不要說木瓜核可以打碎汁 不是 你在口裡吃 烤了它之後 如果你的份量 你的份量弄得不清不楚 就變成不行的 我還是要烤了它之後吃 沒錯 沒錯 好 好 好 所以聽這個節目的人 就可以 他一停我們就繼續說 我本身就放了好幾個核 在Facebook 他就先說蕃茄 那我本身就放了 藍木瓜核 然後其他籽 蕃茄核 fava beans 荔枝核 甚至 我都可以說西瓜核 這個現在是part 2 即是現在來的part 2 part 1就是剛才 所以既然給了3part 我要足夠多資料說 嗯 糟糕 好 好 今天呢 周末吃碗麵就專門講核 沒錯 不講不知 這麼多核都有用 是啊 真的不講不知 原來木瓜核這麼有用 大家不妨試一下 等了很多 對 等了很多 對 等了不要丟 用來焗它90分鐘 120華制度焗它90分鐘 然後每天吃4粒左右 三四五粒左右 但是不要突然之間吃 趙博士說 你最好先吃這個木瓜核 真的要 有靜忠問到 他說7歲小朋友可不可以吃的 有些什麼人是不可以吃的 7歲小朋友可以吃到 因為其實他 木瓜核其實是 所有人都是可以吃木瓜核的 木瓜核對腸胃消化 你可以切它少些 例如大人說3至5粒 小朋友就2粒至3粒 這個範圍比較少 木瓜核很猛的 當你焗了之後 濃縮了 你會發現它是 一個很有效的東西 你記得 就是未吃木瓜核之前 一定要吃一下木瓜 讓身體去平衡 當然了 一定會有木瓜 因為你拿木瓜核 你就會在那裡拿到木瓜 這樣會好些 說一下 番茄核 就不好吃 等一下 有一個人問 這個挺好的 他想問責博士 他說我不想這麼多程序 搶新鮮木瓜核 行不行 那個問題是這樣 你如果可以焗了木瓜核 你可以儲存它 平時可以一路吃 吃七天 你想想 如果你是 每次吃新鮮木瓜核 你就拿不到這個七天的療程 是一個療程 在股方裡面是用七天療程 才有效 你慢慢建立到三顆 然後四顆 或者三四顆 然後很多人去到最後 就去到五顆 這樣定了下去 第四天 五天六天七天 這樣就是五顆 它會慢慢增加它 因為我們十分鐘應該說完木瓜 我就不想搞到 入了這個番茄核 和其他核 所以我就停了 慢了 或者不說那麼多 但是其實很多東西說的 如果只說木瓜核 都可以說 可以說成幾顆鐘 這些這樣 所以我們就 我又簡短了它 可以生吃 但是生吃那個 那個 控制那個能力 去做到的療程 是去不到的 所以變成你不是不可以吃 不過呢 好像剛才我和Sinley你說 打汁 這樣把一些 木瓜核下去 其實打汁那個機 第一它又發不到 那些木瓜核 發不開它 它又得不到效果 如果你直接吞 它又會出來 在廁所的時候出來 它做不到它的效果 其實是要咬碎它那一刻 哦 那當然不要爛了 大家都是焗一焗它 那想問 那想問 我們想問 趙穩士說 蕃茄核不好吃 你知道我們通常 蕃茄炒蛋 連皮連核都一起做 是的 通常我都是 煮開它 就這樣放下去 是的 我想問問大家 這些蕃茄核 是不是 譬如Sinley剛才跟我說 龍仔原來很拿手煮 遲些沒有疫情 走過來 吃一下 吃一下你這麼拿手的煮法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那些蕃茄核 好不好吃 其實蕃茄核煮完之後 你問我 它好像沒有什麼味道 是的 咬下去是 你會當作炒蛋 兩樣東西都是流浪地 你會突然咬到一樣東西 咬死了 是的 即不是說特別好 你不會說 嘩好味 為什麼不吃它 其實它是不好味的 或者甚至沒有味 沒有味 或者不好味 或者它阻止了你 但是 那些人通常都沒有想過 就是這樣放下去 如果你知道蕃茄 其中一種成分 叫做Solanine Tolmatine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用來殺蟲 而殺蟲和渡蟲 譬如在農藥裡面 他們有用這種成分去研究 在研究方面 看到它有些功效 蕃茄皮 蕃茄核 蕃茄葉 蕃茄狂 這些東西 它這麼有這個功能 來針對蟲 因為它會令到它 其實吃了下去 就是那些 咬菜 那些葉的蟲 它會咬一咬一咬 吃了之後 它會咬對方 是的 那你想想 你吃了在自己裡面的時候 那你的細胞 有機會就是會失控 不是 或者它不做事已經夠死了 不做事 那現在有點彎 如果是彎的喉嚨 剛好應該吞東西的時候 不吞 或者坐了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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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如果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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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去核去皮 是的 就是以後蕃茄核千萬不要吃了 你不要小看它有這個功能 現在大家講起好東西 講一下其他東西大家不知道 在這個節目就是講一些大家不知道的東西 其實很多古方裡面 它是拿些核和皮 棕爛它和棕爛它 棕爛它然後就淋到那些菜上面 讓它那些蟲咬少些 或者咬對方 你想一下蕃茄核和蕃茄皮 多厲害 平時這兩樣東西都 基本上放進去一起煮 即是吃蕃茄皮和蕃茄核 就很容易咬到自己的失控 所以這些東西 大家聽了之後 你會看到 真的又不是貪的好味 不怕萬一自怕一萬 萬一自己忽然之間那樣東西 做到自己不好 長期吃它 那就不好 其實很多研究就說 當你煮熱它 還有它會變其他 好像記得嗎 我們有一集說一些水 有污染 煮到一百度 攝氏 它會撞來撞去 撞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你知道 其實還有一個成份 叫做Mortodextrin Mortodextrin 又是在執障裡面 他們就懷疑 當它有Mortodextrin 和蕃茄核 和什麼不同的東西 就會搞到 亦都會變成一些不好的東西出來 Mortodextrin 更加強烈 Mortodextrin Mortodextrin 所以有時候 你知道多些東西的時候 它拿來做什麼呢 有時候做些東西 更加稠 在一些麵 也會找到 在一些汁醬也會找到 在美國連嬰兒的食品 就是infant formula 都有Mortodextrin 大家可以參考 好 那天休先生稍後 打我回來 繼續跟趙博士講核 沒錯 想予全成 鄭繼食品公司 法局明司 是 我們就五十七分半 就要結束了 五十七分半 五十七分吧 不要太問 是 回來我們就講荔枝核 和奇亞子 好 說奇亞子荔枝核 對 還有我們剛才說的西菌核 就是不同的核 我會快說 我不會很短 不如這樣 不如我們繼續下星期再說核 如果是這樣 繼續說核 你這麼想說核 因為太普遍了 大家都不知道 蕃茄核原來不吃 即是真的不知道 現在無緣無故走進去研究 其實怎麼開始呢 你講一些腸胃呢 譬如剛才雄在頭 不知道會令到一些 你可以看到 腸有沒有結弓 這些股方的方法 但也有用的 在外面有用過 對 對 你好 馬上來 我們先講荔枝核還是奇亞子 我們再一個留下個星期 沒所謂 看看說得如何 是吧 奇亞子 好 等等等等 好 我們看看說得如何 不用安靜的 我們只是聊天 一定不夠時間 還有人問問題 有一個人問他69歲 好像肚胃沒有胃口 吃什麼可以幫助 你回答他 肚胃嗎 好 好 肚胃沒有胃口 吃什麼可以幫助 69歲 是吧 69歲 我再重複一次 好 你重複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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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明白 好 好 來 看你覺得這樣 說不正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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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悶 至少可以 跳到全部廣告 接著同一時間 聽到一下 我的 我是用 але蘋 justamente 來錄 所以可以一路錄下去 然後我就放上Youtube 就是吧 好 不講麵 不講吃麵 我們今天幾乎說蜜 說了木瓜核 剛剛說了蕃茄核 這兩樣其實真的像芝麻綠豆這麼小 大家記得蕃茄核是不能吃的 盡量把蕃茄皮和蕃茄核都丟掉 煮蕃茄炒蛋不要貪婪 薛博士 你家裡養了食物的 拿蕃茄皮 蕃茄莖和蕃茄核放在它 然後塗在葉上 有的 如果有害蟲咬 讓它們自己去殘殺 是吧 薛博士 我試過淋在南瓜上 當秋天的時候淋在南瓜 當然我淋在其他東西 還有一些辣椒 辣椒核 連蟲鼠都不去吃 哇 所以你說吞了蕃茄核和蕃茄皮很容易咬自己 吞了很多年 對 有一個聽眾有問題 他說日本人69歲 容易肚子 又沒有胃口 吃了什麼可以幫助 容易肚子 就很好說 有沒有吃到一些東西對他有敏感 有些人對麵粉有敏感 吃了他又有機會肚子 然後你看看你什麼時候跟他聊天 他說不是我正在結功 為什麼結功呢 為什麼便秘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他剛剛肚子完 嘛 就是之後那幾天 所以變成了 就好看你什麼時候 他什麼時候問問題 他在什麼狀況裡面 但是有些什麼會令人 又肚子傾向呢 一個就是gluten 在麵粉裡面 另外就是塞 黃豆 甚至有些人吃了花生都會令他不舒服 或者甚至一些不乾淨的 例如雞肉 可能有些雞血 總之有些東西是 有很多人受得 但是他不受得 那麼我不知道有什麼原因令他肚子 但是 肚瀉肚子 這東西呢 一定要補水分 為什麼補水分呢 就是這個奇瓦子可以補水分 奇瓦子呢 正正入題嘛 剛才你跟我說 我打算之後說奇瓦子 奇瓦子呢 你知道嗎 它的重量 它可以吸收30倍 它自己本身的重量 在水分 吸收30倍的水分 在它自己的重量 即是它直接吃了下去之後 它會令到下了你的腸胃裡面 它會令它保濕的 甚至 我受了一個研究 關於奇瓦子的 可以放下去 和益生菌 裡面一起運用 很多益生菌 你喜歡吃的益生菌 你會發覺 它乾了是一個粉來的 那不耐食 但是其實 其中一個很好的成分 就是奇瓦子帶水進去 所以這個就是受了一個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很想叫我做一些這樣的東西 那我就去 剛巧我有一個研究 關於奇瓦子的水分 跟這個益生菌 回答這個婆婆 就是這個 你如果身體 是剛巧吃了很多抗生素 很多東西 軟弱了 那又是 你不要想著你有吃抗生素 有時候你吃外面的肉 因為它在種植和養一些 動物在外面的時候 他們都是要用抗生素 不然動物會生病 那有時候人身體受不到這些東西 那又是會搞到 有這個失去平衡在腸胃裡 那就搞到一個不好的 cycle 那最大問題呢 肚瘦就是之後便秘 還有是濃度問題 所以不夠保濕 那所以這個奇瓦子就很有用了 那如果平時是剛巧有這個缺水 特別上一年紀的缺水 奇瓦子可以放進去 一杯暖水、熱水 都可以放在奇瓦子裡面 它都會飽滿的 很棒的 好像一些 它飽滿了之後 30倍水 它會好像是那些 你平時不是那些珍珠 它會脹起了上來 有時候人們喜歡咬 它裡面天然得來 你會看到它 好像粒米這樣 但它一脹起了上來 它會黏住對方 那就變成了 好像很多粒芝麻 小粒芝麻的 但是它是黏在一起 然後包住一些水分 在這裡 很好的 對身體 很好 很有用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的 平時的Whole Food Trader Joe's 你們加州 有這些店鋪 另外除了這樣 網上 還有就是 連有些唐人店鋪 現在都有 奇瓦子的英文是什麼 奇瓦子 我跟那些女兒 因為我女兒五歲 和七歲 我喜歡跟她叫做 叉叉核 叉 就像吉野的叉 因為她的串法是 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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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d 所以我就當得意 這樣叫做 叉叉核 她平時自己都會量一些 去倒進自己的飲品裡 我說30倍的水分 很厲害 因為你吸收不到水分 這些人 早上喝酒 對身體很好 還有它有纖維 所以纖維同一時間 幫忙去廁所 去廁所 暢通就要靠 夠多纖維 如果是因為纖維的問題 但是水分 我們是很多時候 喝八杯水 就只要去多些廁所 去小便 但是就不吸收 這個是剛剛就是 調整身體的吸收 因為它吸收了水之後 它慢慢放色出來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Chia Chia 英文 有黑色有白色 顏色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兩種都很好 兩種都很好 所以這叫做 Soluble Fiber 即是它有水分 裡面也給到水分的纖維 這些是很棒的 很好的東西 好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不過結束之前 我知道趙博士 就跟香港的中文大學 阿里公學院 有一個網上講座 大家都可以參加的 是嗎 4月15日 如果誰想去看 我在我的Facebook有放 然後我也有放 即是在外面 LinkedIn那些都有 大家可以看到 那就是說 譬如說一下那個環境 將來我們的身體 和我們的個人 在一個什麼環境裡面 會更加難走呢 那麼難走就是 說climate change 就是那個天氣變化 另外就是污染毒素 那第三樣呢 因為我15日就說這件事 第16號呢 就是說AI世界 如果AI世界發生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我們的個人 人生裡面 就是這兩天會說這件事 好 我們下個星期同一時間 繼續和趙博士 談談食物 飲食安全 飲食的知識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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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核 對 OK 蘋果核 西瓜核是可以吃的 瓜子是嗎 對 對 瓜子是可以吃的 但是蘋果核是不能吃的 然後呢 還有記得有些核 我們浸了它之後 用那個浸的方法 讓它去到那個叫做 橙呢 就根本上不應該吃的 橙 因為橙呢 是會影響你的康復能力 整隻橙 那所以呢 真的嗎 對 就是譬如你弄傷了自己 你去吃了 你如果吃了橙 然後有傷口 那些傷口會慢好的 甚至好得不平衡 不均勻 那如果你內傷呢 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 哎呀 下星期說完橙核 有些人說呢 在Costco有得賣 那個旗亞紙8元 有啊 有啊 旗亞紙在Costco都有的 好 我們下星期聊過 好 我們現在又要說新聞了 好繼續 OK 謝謝 拜拜 拜拜